一贏NBA 今天要選哪幾場跟大家來分享的第一場 好先講到的就是馬刺跟拓荒者 這場比賽呢這個 讓我覺得說不要跟分析師作對 要不然就是說不要賭太大 有人已經睡路邊了 不行 在今天呢 跟我們的分析師剛好相反耶 主場的拓荒者這樣3.5 然後大小分是220.5 那我們的分析師呢是剛好認為覺得客場球隊會贏一球 可是我不這麼認為 講一下我的原因 就是主場一條龍 客場一條蟲 就是今年拓荒者的寫照 所以他們在主場真的是有夠會打 然後那個客場是在打什麼 4代哈囉 1勝10敗跟10勝1敗 你這就看出來差很多了 主場已經是9連勝了 那客場是4連敗 這種東西通常在下的時候 你很邪門很迷樣 但是呢你不能不信 所以我認為呢 在主場開到3.5的情況之下 有點算是幾乎是55波的情況之下 拓荒者呢應該會主場繼續的連勝 再來就是呢 馬刺隊喔 在今年呢這個陣容 比如是那麼完整的情況之下呢 他們有時候會打一些 就是節奏比較快的比賽 想要去失分 得分去彌補失分 那也就表示他們在客場的時候呢 失分其實是比較偏多的 過去11月 他們打了6場的客場 輸了5場比賽 這5場比賽平均的失分呢 是掉了超過110分 而且在今年賽季 他們如果能夠把這個 比賽控制在進攻戰 他們的贏球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今天這場比賽 又有可能就是要打進攻戰嗎 我覺得在主場的拓荒者 會把這個狀況給控制好 所以整體來講呢 拓荒者隊 雖然在沒有Damian Lillard的情況之下 上一場比賽贏球 而且其他球員更想要證明 沒有Lillard 我們還是可以贏 所以只讓3.5分 看好拓荒者 過關 一贏第二場 要來看到的是 太陽跟活塞的交手 現在全聯盟最燙的球隊 就是蓄日東升的太陽了 他們在上場比賽呢 擊敗了勇士 持續的連勝 現在已經追平對死17連勝 下一場比賽 18連勝就可以創紀錄 一看對手是誰 活塞 閉著眼睛 都要下太陽 沒有錯 太陽一定會贏球 那基本上呢 這個Chris Paul 在過去呢 他曾經都有帶領過 另外兩支球隊 拿下17連勝的紀錄 包括在快艇 包括在火箭都有 但是第18場他們都輸球 然後呢過去呢 他也都是那種 習慣的這個地板摸不到 對不對 可是這一切的一切 在他來到太陽隊之後 都改變了 所以我也看好 他的第18連勝即將要到來 那我們的這個 分級師呢 是看好說 讓13.5分他們還可以過關 我認為讓13.5分真的有點多 所以我是看大小分 上一次的預測看大小分 好像讓我的勝率稍微有點提升了 今天我就要來好好想辦法 把我的勝率回到五成 不能夠差三位這個 多個太多 對不對 他們都是六成多七成啊 我要想辦法追 好 208.5分 我認為是大分 上場比賽 Booker 中途受傷沒有回來 那他只得到了10分了 可是 球隊還是可以破百喔 再加上 Miquel Bridges 他手Curry 已經放了他所有的心力 只得到2分 跟他本季平均是12分 也差了10分 所以在少了這麼多分數情況之下 太陽隊還是可以突破100分 104分 所以表示他們的得分點真的夠多 再來呢 就是Chris Paul剛剛講到的 是希望能夠闖下18連勝 得分點多 對手又是活塞 活塞的境況真的是蠻弱的 常常很多大比分的比賽 輸球 那既然在輸球情況之下 我認為這場比賽太陽會一開始 就把差距拉開 甚至有可能上看到220分 所以這場比賽 208.5 輕鬆過 看到 一贏第三場 哇 來看有轉播的比賽 這應該是大家也都非常想看的賽事 公牛 要跟尼克爾 在Madison Square Garden 進行對決 哇 今年這場子球隊呢 其實在前面已經打了兩次了 都在公牛隊的主場打 那公牛隊也都贏球 先講一下好了 我們分析師看好的是尼克 尼克呢 他在這個主場的情況之下 還被讓2.5分 所以是可以過關的 那我呢 又想要來供一下 打還是小 這場比賽我看小 213.5分 我看小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公牛隊近況其實不是很穩 我認為呢 在打客場的比賽 然後最近五場又輸了三場 還有曾經這單場只得到77分的這種慘況 然後贏的那兩場呢 又是對那種防守很爛的球隊 包括像是魔術 包括像是黃蜂 所以你碰到防守爛的球隊 你才能夠大分過關 所以這場比賽我認為 這個節奏應該會被主場的尼克 控制著走 所以有可能是小分 那再來呢 就是過去兩場比賽 都講到公牛贏 可是我認為 以這兩支球隊在今年 東區的走向 應該都可以打進季後賽 所以尼克應該會在自己的主場 想辦法把節奏控制好 把速度放慢 不讓公牛呢 想辦法得到高分 因為公牛在今年 如果得到110分以上的話 他的勝率是很高的 相較起來 只要得到110分以下 不是打進攻戰 他們就比較不容易贏球 所以TEMPO TEMPO 非常重要這場比賽 再來呢 我認為就是 今年球隊就打四場 這兩支就打四場 我覺得都可以在進 這個季後賽的情況之下 東區都是好球隊 所以不會呈現一面倒 4比0很少 不會了 我覺得這場比賽尼克 怎麼樣都要想辦法在四家主場贏球 所以應該會過盤 而且控制好節奏 213.5分 選擇小就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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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